卡拉OK部分我們之前也大概講了一下 就是說這個卡拉OK裡面呢 第一個就是我按播放的時候呢 它可以用這樣的效果 比如說按開始播放 就會有沒有 它會把這個圖檔的方式去做什麼呢 做覆蓋 等於是說呢 這邊實際上看起來是一張一個圖檔 但實際上是兩個 兩個也就是說呢 你在初始值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啊 因為這個地方有兩個 一個不是Picture 1 一個是Picture 2 Picture 1 那兩個重疊 比如說這裡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疊在一起 那疊在一起之後呢 如果我今天播放的時候 要讓這個圖檔的部分 讓它可以載入的話 第一個我按開始播放的時候有沒有 這應該是兩個 一個是Picture 1 有沒有在這裡 那它比較短 如果說將來你在找那個物件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去找 比如說呢我第一步呢 要先把Picture 2放這裡 那Picture 1的話呢 我預設值記得先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它的寬度把它改成0 這邊有一個wise Picture 1的它的寬度 寬度就是在這裡 size有沒有 這個屬性先把它改成0 為什麼呢 因為它預設值 把這個0把它改成0 就是說它從剛開始的時候是沒有 也就是只有Picture 2 然後呢它會越來越多 那所以呢我們將來 按開始播放的時候 就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個Timer 有沒有 按開始播放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把Timer 1的屬性本來是Enable 變成沒有作用對不對 然後按開始播放的時候呢 Timer就打開 打開之後呢 它就0.3秒 每0.3秒就去更新一次 那更新一次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有沒有 Picture 1的什麼呢 寬度有沒有 本來是0對不對 那每0.3秒呢 就把什麼加2 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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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到這裡 不就全部打開了嗎 就是它其實只是利用Timer的原理有沒有 去慢慢的讓這個長度變寬而已 就是這樣子 那至於我們要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呢 做法上面 其實我們要先把圖載進來 不過這裡當然你也可以有幾種做法 就是說 你可以先把圖先載到這個裡面來 那怎麼載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Picture 2 它的圖檔位置是在哪裡呢 在這裡 Image 現在是5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樣載進來呢 載進來的方式有很多啊 你可以預先就載進來也可以 或者是等到開始播放的時候呢 再來載入也可以 按開始播放的時候呢 Timer變成True之後有沒有 接下來就會觸發什麼呢 觸發這個Timer的事件 Timer事件如果說我今天要載入 我就可以用我們上個禮拜所講的 我就可以用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上個禮拜所講的 等明圈